今天差不多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定罪率的部分 同样的我们用99年到101年的部分 我们看到你定罪率的部分 贪毒案件的定罪率只有39.3%到49.7% 杀人罪的部分定罪率是高达70.7%到73.7% 所以这个是法务部的统计手册上面显示出来的资料 这个资料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从这个定罪率上面的39.3%到49.7% 看起来跟您报告第一页的75% 显然是差距是差了一半 差距的差了一半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产生 75%是怎么来的 我想那个统计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我们同仁现在翻那个资料 因为有时候 其实之前吴一真委员 他也指出过说为什么我们的贪毒罪定罪率这么低 这个是国家联政建设行动方案 里面的一个小区块而已 他应该是整个贪毒案件 那为什么我们会看了这个资料之后 我们有点担心 因为在马总统的这个竞选的其中之一是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的 事实上我答应 当初答应来立法院里面 我的六个主轴之一的 其中一个也是司法改革 所以我非常注重这样的一个成效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定罪率 贪毒案件的定罪率是39%到49% 其实还不到一半的一个情形 我就有点担心 为什么 因为涉案的人员 涉案的人员 当他最后其实是无罪的一个情形 他的家人 他自己个人的本身 他的所有的影响 对他个人的伤害 其实就算最后定罪是无罪 他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那我就想请教部长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么低的一个定罪率 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办案的品质 还是是因为矩阵困难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 报告委员 这是一个其实蛮复杂的问题 这个机会向委员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所谓定罪率 是指今年度判决确定的案件 跟今年度起诉的案件 所以他其实不是同一个案件 起诉跟判决同一个年度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我们今年查办贪毒案件的特别多 起诉的件数特别多 那过去的案件累积到今年 判决确定的比较少 那他的判决定罪率就会相对低很多 但是其实今年起诉的案件 可能是明年后年大后年才会定罪 所以他这个统计的数字落差 我们一直觉得 他不能够真实反映全面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也去研究 其他国家是怎么做 是不是能够向吴依珍委员建议的是说 你能够把它对起来 就是说甚至连起诉的法条 罪名是不是相同都要对起来 后来发现实在没有办法做 因为就假设说 以今年判决确定案件来说 他可能起诉时间是去年前年大前年 甚至十年以前 而且他起诉的法条 可能后来检察官变更法条 或者说是因为法条禁合 宿罪必义法 或者说择一重重量重重处罚的各种状况 所以变成要统计人员去整理分析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去做 在根本的一个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从他的前头去 不同年度的起诉去追今年的定罪率 因为这样的话 这个不知道算是今年的定罪率 还是哪一个年度的定罪率 所以这个统计数字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明了 好像说很清楚很科学 其实这个背后的状况其实是很复杂 其实他并没有完全呈现全貌 但是针对贪污罪 他的定罪率偏低的状况 比起其他的犯罪 还有一个很根本重大的原因 因为贪图罪都是高智慧型的犯罪 所以在诉讼程序拉的越长 事实上我们熟悉法律实务的都知道 对被告越有利 因为他可以抓到 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越来机会越来越多 所以他的定罪率比起 这个其他的犯罪偏低 好这也是一个讲起来 理解 部长我必须要打岔 因为我有时间的压力 不过部长刚才已经说明的很清楚 简单来讲你的定罪率 其实并没有真的反映实际上面的情形 也就是说你的定罪不是追着案件去做的 你的定罪率是跟着年别去做 可是部长我想在这个地方特别拜托您一下 像您刚刚讲的那些困难度的部分 我会建议其实跟大学合作 尤其是研究所的部分 研究生他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会鼓励 如果部长可以跟研究生合作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案件连结在一起 不管是犯罪的法条 或者案件本身连结在一起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还有教育的功能 他必须要让民众了解 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最终出来的结果 是怎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单纯的从年别上面去做他的定罪率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特别鼓励这个部长 另外第二个问题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直接跳到第二问题 第二问题呢我要提到就是说 我们看到国际 部长我想您应该知道 因为法务部事实上基本上有相关的新闻稿 里面有个国际透明组织 这个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它在去年12月3号的时候呢 它有做一个2013年清廉印象指数 在这个印象指数里面呢 台湾占了全球36名 在亚洲地区我们是第7名 我们比韩国啦 韩国第8名 所以我们赢韩国 可是我们还是输我们的主要竞争国家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那你讲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参加 但我相信如果参加 他应该是在很后面才对 但从这个上面来看 看起来好像我们台湾的 这个清廉的贪毒的指数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可是呢 我们应不应该致满 好像不应该 为什么不应该致满呢 因为我们再看一下 它同样一个组织 它又做了一个全球贪腐的趋势指数 刚才的那个清廉印象 它调查的对象呢 是等于企业界 可是这个贪腐趋势指数 它调查的是老百姓 在百分 以台湾的调查上面来讲 按照它报告上面显示 百分之十八的台湾的民众呢 表示它曾经有跟这个司法体系 有接触过 那我觉得这个正常 可是呢 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体系里面 它讲说司法体系里面呢 有接触的18%里面 有35%的 有贿赂的行为 所以这个数据 全球的数据呢 平均的数据是25% 我们比全球的average 我们高的10% 也就是说 我们的民众 牵涉到司法体系里面 居然有35%的人 是曾经有行贿的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今天 在您的报告 您的今天报告其实蛮多 为什么我只拉您的第一项 出来讲 就是贪毒的部分 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影响人民对政府的观感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法务部有这样的资料 法务部的相关的报告 新闻稿上面也出来了 把好的部分显示出来 我们是全球第36名 177个国家里面36名 算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没有 同样的去检讨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 这个国际透明组织呢 他在提出来 他在survey的时候 18%的民众 里面认为 他有35% 他自己轻声的讲说 是有行贿的经验 这样他的调查的 一个方法是怎么来的 他的调查项目 是怎么来的 我们法务部 如果他做出来 调查的资料上面是错的 因为是司法体系 也牵涉到我们法务部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厘清 我们自己的名誉嘛 如果没有35% 我们就要告诉 这个国际透明组织 这个data是错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法部就要去检讨说 那我将来要怎么样改进 避免让民众认为 只要牵涉到司法体系 行贿是一个解法 部长 报告委员 确实这个报告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他做的这个调查 我们发现大有问题 因为他是委托大陆一家 可能是规模不大的 一个小机构做调查 那实际调查的做法 所谓一个有公信力的调查报告 一定要他的调查方法 是可以公开可以公检视的 但是他这个内容都不能公开 甚至他们派人来台湾开会的时候 我们还当面 我自己也直接请求他 就他们的调查方法做说明 因为他们不只是说 这部分的做法没有公开之外 他们的结论 其实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问他们说 台湾贪腐指出 是不是好像是恶化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觉得 现在说红包的人减少了 就说诸如此类的一些矛盾现象 其实蛮多的 所以我们有倡议 也有要求他们澄清说明 好 对 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 是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接着陈欧博委员 陈欧博委员 陈欧博委员不在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不在 现在请林国政委员 谢谢